行政長官週三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 以民心我心同舟共濟繁榮共享為主題 並以橙色為報告的主色調 象徵同舟共濟走出經濟陰霾 今年的施政報告佔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 講到近期的熱話房屋政策的問題 包括政府會推出先租後買的資助房屋計劃 在青衣、鑽石山、沙田、大埔、屯門等地區預留土地 提供合共大約5,000個中小型單位 合資格的租戶要給市值租金 到買樓時政府會退回一半租金 用來買樓給部分首期 不過不買樓就無法退 另外政府會增加土地供應 將大約30公頃的土地改為住宅用途 在一手樓方面建議以實用面積作為計算標準 提出限制發水樓的措施 取消部分設施的樓面面積寬 對於受重建影響的舊樓自住業主 政府將啟德發展區預留房屋用地 給市建局率先興建可以作為樓換樓的住宅單位 同時維持同區七年樓齡的補償計劃 比舊樓業主多一個選擇 另外考慮強制舊樓業主或法團請物業管理公司 又建議立法為物業管理行業設立法牌制度 在扶貧方面政府建議下學年起增加書簿津貼 由現在每名全額學生全年408元增加至1000元 半額學生就加至500元 至於支援低收入人士上工的跨區交通津貼計劃 會由現時只限4個偏遠地區擴展至全港18區 每人每月600元 至於安老政策方面 放寬水果金離港期限至305天 合資格的長者只要每年留港60天 就可以領取全年津貼 長者醫療圈進行中期檢討暫時維持不變 但會預留10億元延續或加強計劃 公共醫療方面在2012年將醫療衛生開支 增加至政府經常開支17% 當局並計劃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兒童專科中心 也決定在天水圍興建新的醫院 又會計劃重建人際醫院4棟大樓 3項工程預計在2016年完成 另外施政報告也提到會增加醫護人員培訓 增加學前日間和住宿康復服務名額 在發展經濟方面 政府會逐步落實10大基建工程 又鑑於近日發生旅渡遊阿珍喪鬧內地遊客 損害香港旅遊業形象 政府將會加強規管旅遊業 檢討現時整個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 包括旅遊業議會的角色、權責和旅行代理商 註冊住的工作關係等範疇 在環保政策方面 政府計劃全數資助專營巴士公司 購買6輛混合動力巴士 並會在銅鑼灣、中環和旺角等繁忙的路段 設立低排放區試點 有下個年度起增加低排放量的巴士 在試點內行駛 教育方面 政府會設立25億元基金推動專上教育 結果在2012年開始增加資助大學學位至15,000個 曾蔭權在總結時說 今年6月立法會通過政制方案 香港已經踏上普選的路 政府會做好往後的立法工作 而選舉辦法的立法工作將會諮詢立法會 期望條例草案在幾個月內獲得通過 ONTV東方電視記者周文尼不得